是釋迦如来的前生 就是釋迦菩萨 他坐铲的时候无出入席 我们坐铲的时候 其实出二三铲都还有呼吸 到什么时候没呼吸呢 到第四铲 到第四铲的时候 就没有鼻子的出入席的像 因为他坐铲的时候 连呼吸都没有了 动都不动 这鸟来看 哇 那很好啊 我要缠这个生蛋啊 那这个上手的仙人 他因为仙人大概不剃头嘛 逻辑也卷得好好的 那我不用自己自己做潮啊 对不对 这个现成的多好 那就在逻辑里面的生子 不动不摇 结果那时候 他想要出钉都完了完了 这下子 我会触地一动 这鸟蛋就会破了啦 或者鸟子就会受惊吓 所以就忍着吧 继续修禅钉吧 乃至鸟子飞去 这时候他才下坐 好那这是禅波罗蜜圆满 那当然是 感谢观看